落实科学普及化的教育同时激发学生创意思考的能力 太平教育发展协会是结合车龙普国校和光荣国校 举办创意环保科学趣味竞赛 这次以水动力车为主题 总共有69所学校91支队伍来参赛 大家首脑并用学习制作 不仅考验课堂上的知识 更是培养团队默契 以寓教娱乐的方式来学习 每年报名的队伍也逐渐攀升 显示科学竞赛受欢迎的程度 比赛哨音一下所有参赛学生全都动起来 每次参赛队伍是绞尽脑汁 不断的讨论和修正 就是希望能够组装出跑得最快的水动力车 太平教育发展协会结合车龙普国小和光荣国小 举办创意环保科学趣味竞赛 鼓励学生首脑并用学习制作玩科学 这次像我认知了有许多小学校 自己就已经在偷偷练习了 很早的时候 每个学校都找时间在那边练 都为了想争取了好的成绩 因为这个是 这种水动力车是蛮有创意的 小朋友也都很乐意的 要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就能够对科学有探索 然后有认知 那我们从生活当中呢 来把科学知识导入 那让孩子呢 从生活当中呢 就可以探索发现到科学的问题 然后呢 如何去解决问题 这些能力呢 都是未来对孩子的发展非常重要的 为了落实科学普及化 同时激发孩子的思考力 太平教育发展协会 每年都会举办科学趣味竞赛 这一次以水动力车为主题 不只要比组装能力 更是要比团队合作的默契 同时要将课本上的知识 印证在科学游戏中 其实这是有别于 我们官方的一个竞赛 它是把自然科学的一些 我们平常在课堂上 学的一些原理跟知识 把它运用在实际的生活中 那结合各种力学的原理 那么最重要是让孩子 能够经由这个团队 团队的一个共同的一个 其心其力来设计 那么能够发挥他的一个创意 又具有环保的一个精神 我想这是非常适合 在国民中小学这个阶段 让小朋友来从事的一个竞赛活动 主办大会表示 这次一共有69所学校 91支队伍参赛 每年报名的队伍是逐渐攀升 也显示科学竞赛 受欢迎的程度 看见场上水动力车快速奔驰 大家是成就感十足 预教娱乐 同时推广环保节能的观念 记者程朝安 台中采访报导